19岁南大生倒卧在马路上 救护人员CPR急救于死神疤河 他的机车卡在前方托板车车底 车壳严重破裂 不幸的是一条年轻生命 最后还是没能救回来 最伤心的莫过于他的家人 时隔两个月 他的父亲决定将伤痛化为大碍 实在让人难以想象 南大生的父亲就站在画面中右边 与教士的托板车驾驶兼并兼合照 赔偿金一毛未取 和解的唯一条件是 未来得行善帮助社会 其实他也是算一个受害者 其实因为我儿子是已经死亡 所以说他才变成一个造势者 当时托板车驾驶围停路旁 下车吃便当 害得后方南大生骑车追撞惨死 死者父亲决定原谅 两个人更在南大生林前拔归 也得到死者同意 当然会舍不得啊 但是我觉得 让他活在更多人的心里面更好 孩子走了 做父亲的当然不舍 但看在托板车驾驶经济拮据 决定不再追究 驾驶也答应投入行善 让一场车祸悲剧翻转结局 介终部综合报导 机械 机械